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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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美好生活 健康与您同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睡觉是非常补身体的 好的睡眠有助人长寿 如果睡得好可以增强免疫功能 提高对疾病的抵抗力 在我们睡觉前有个黄金两小时 就是晚上九点到十一点 这个时间段要是做好养生 对睡眠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那么在睡前的这两个小时 要坚持做五件事 可以让我们少生病 第一件事就是少玩手机 现在很多人都有睡前玩手机的习惯 如果睡前玩手机会让你睡眠的时候 处于潜睡眠的状态 而且玩手机不仅伤害眼睛 对肝脏伤害也大 所以每天晚上九点以后就不要玩手机了 第二件事不做剧烈运动 如果睡前做剧烈运动 会让大脑处于兴奋状态 这样会影响睡眠质量 但是可以适当的散散步 这样可以帮助睡眠 第三件事 泡泡脚按按脚 每天睡觉前用热水泡脚15到20分钟 这样可以起到促进气血运行 舒筋活络的作用 按脚可以调节肾经 帮助解除疲劳 有抗衰防老的作用 第四件事睡前揉揉腹 睡觉前自己揉揉腹部 可以促进睡眠 对改善便秘也有很好的帮助 第五件事不吃夜宵 如果晚上吃夜宵会加重肠胃的负担 出现失眠多梦的情况 时间长了就会引起神经衰弱等疾病 所以晚上尽量不要吃夜宵 好的生活习惯 身体才能健康少生病 帮助我们延年益寿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日常生活中我们一些小的习惯 对寿命有很大的影响 就像经常运动的人 肯定会比不运动的人更容易生病 寿命自然也就长了很多 那么下面这四种会使人减瘦的习惯 你有吗 1. 赖床 睡眠充足了才能够解除疲劳 恢复体力 但是并不是睡的多就对健康有益处 很多人都有睡醒之后不愿意起床 总是要蒙被子再睡一会儿 而这样赖床会造成大脑皮质过长时间抑制 导致脑供血不足 而且赖床会影响吃早餐的时间 容易诱发胃炎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早上醒来 应该先坐五分钟之后 然后再起床 2. 喝水少 如果等到我们渴了再喝水 这样会加速衰老 而且人体缺水还容易损害肾脏和肝脏 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不管是不是渴了 每天都要喝八杯水 每次大约250毫升 温开水是最好的 3. 不爱笑 经常不爱笑的人 脸上的肌肤的新鲜代谢就会缓慢 肌肤没有活力 很容易出现皱纹 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每天都保持微笑 可以延缓身心衰老 4. 不运动 现在的人由于工作压力大 越来越不爱运动了 而长期久坐会导致颈椎病 痔疮 静脉曲张等疾病 而且不运动会导致肥胖 还会增加糖尿病 心脏病的患病几率 正确的做法 平时可以坐一坐腿部屈伸 仰卧起坐 晚饭后出去散散步 或者是进行一些有氧运动 那改正自身的恶习 养成健康的生活好习惯 才能够让我们更健康长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头痛几乎每个人都有遇到过 一般我们紧张焦虑 或者是抑郁暴躁的时候 就可能引起头痛 那么当头痛难忍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按摩穴位的方法来缓解 首先偏头痛 大多数是与三胶精有关 所以我们可以按摩天井穴和外观穴 可以先用大拇指按按头 看看具体是哪里痛 然后找到痛的地方 用拇指揉 边揉边推 主要是要把里面的筋推开 然后再揉揉手背侧 腕横纹三横指宽的外观穴 这样头痛一般就能够缓解了 还有就是按天井穴 天井穴在肘肩上一寸 大约是两个手指宽的地方 有个窝 这个地方就是了 天井穴对气节血穴有很好的效果 气节血穴就是穴血和浊气混在一起了 一般由脾气暴躁 爱生气引起的头痛 按这个血位就有很好的效果 所以只要找对点 用对方法就能够帮助我们防治头痛 不妨试一试吧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